中文字幕——YK 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 导致赴美签证大幅减少 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影响 接着2003年非典袭击 停课四个月 新东方损失过亿 一度深陷财务危机 新东方艰苦时期 余敏红如何度过 那就是大批大批的人 可能就会死掉 那到最后的结果 新东方钱就没了 把新东方事情处理完了以后 学生也退光了 新东方也关门了 所以我待在那个房间里 待了一个礼拜 连我老婆孩子都不见 历经风浪 如今的余敏红又有何感悟 那当时911然后包括非典 那段时间算是你沮丧和焦虑的时候 非典有一点点沮丧 但人数锐减了 对 人数会有下降 但是非典是新东方出现了财务危机 大家完全不知道 那个非典能不能控制住 一个是学生也不可能到学校来上课了 第二个是凡是交费的学生 很多就跑来先把钱退掉再说 结果新东方就 一方面是没课上了 老师的工资你还要照发 各个地方教学点的租金 你还得照付 另外一方面是学生没有来报名的 还不断地有人来退款的 那到最后的结果 新东方钱就没了 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比较紧张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 借了我700万人民币 把这个危机给扛过去了 那段时间你是完成很多思考吗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的 因为我把新东方事情处理完了以后 学生也退光了 新东方也关门了 我就坐飞机跑到国外去了 因为当时我老婆孩子还在国外 那到了国外以后呢 当时的加拿大海关要求 我必须每天向他们汇报 然后那以后呢 他们才能让你进去啊 那个时候 让让进 因为你检查如果不发烧什么都让进 但是呢 要求你必须一个人 待在一个房间里一个礼拜 不能出来寄出任何人 而且他也必须向他汇报 如果你出来了 被碰上了 被查到 要被驱逐出境 所以我待在那个房间里 待了一个礼拜 我也 连我老婆孩子都不见 因为我怕万一身上 真有病菌的话 就很麻烦嘛 在那个礼拜中间 我写了好几篇文章 其中有一篇就专门写 非典的思考的 我忘了怎么写的了 现在当时写完 我就发给全体新东方人了 很多人读了以后 还觉得特别感动 你就是很实际 碰到问题的话 碰到问题解决问题 对 叫做逢河驾桥 逢山开道 这是我的这种 做新东方的态度 今天才能够